démun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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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上眼亦是糖尿病其中一个并发症 初期是可以没有任何先兆 但严重的话是可以致麻的 所以预防剩余治疗 我们今天就请到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 王卓力医生 跟我们讲解一下糖尿上眼的风险因素 你好 王医生 你好 王医生 你好 王医生 王医生 香港有多少人有糖尿病 以及当中有多少人会有糖尿病上眼 其实香港糖尿病都相当普遍 根据一些本地的临床研究 其实都发觉到原来十个香港市民当中 有一个已经有糖尿病了 我们在全球来说 糖尿上眼 原来大约三分之一的糖尿病人 都有糖尿上眼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讲糖尿上眼 就是繁殖叫做糖尿的肆磨磨病变 我们也有一个香港大学的临床研究 发现到原来香港的糖尿病人 可能大约有四成的人有糖尿上眼的情况 当中大约十个百分之一的病人 就有些比较严重的糖尿上眼 医生 我想问糖尿病上眼有没有分到阶段 大概分到两个大的阶段 我们可能看看图画 就是初期和严重 是的 初期我们叫做非增值性的肆磨磨病变 其实非增值性肆磨病变 都会再分一些比较轻微的 中度和严重的 我们在比较轻微的 我们看到有些红点 我们叫做微血管瘤的床间 血糖开始慢慢影响到小血管 这个属于初期的 初期的 是的 接着到比较中期一些 就看到一些不同程度的出血 多了很多小红点 甚至多了一些叫做血清脂肪的滲流 这样的情况 有一些神经线 都有一些比较缺血的转变 看到一个大的白点 再严重一点 去到我们叫做严重的 非增值性肆磨病变 你就会看到开始有些血管 生到开始有些畸形的情况 你看到很多很多其他 不同程度的出血 这就比较严重一点 那到去比较 第二个大阶段 就叫做增值性肆磨病变 你就会看到更加多一些不異常 包括一些真的生到暖七八糟的 一些微血管 另外还开始会看到有些出血的情况 这些已经出了血了 已经就突然间 就是红色的一大大 是的 但是外表看不到的 就是外面你不会看到 突然间我的眼睛就没关系 就是自己当时这样的情况 就是眼睛是没有任何症状 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有些人是可以是没有症状的 当然有些人开始觉得 已经看了好像有些 有些萌萌的 刮坏的 突然间有一部分 可能不见了 可以开始有这些情况 这些微血管突然间爆 那有些就开始 有些看到有些是纤维的组织 那这些都会令到病人 可能有肆膜脱落 那肆膜脱落 那肆膜脱落 突然间就看不到 突然间好像闻了 很害怕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阶段 就叫做糖尿病的黄斑点病变 或者黄斑点出水的情况 黄斑点是什么 其实就是说 我们处于中央视力 和颜色视力的地方 大约在这些位置 有些糖尿病去上眼 可能其他视膜病变 不是很严重 但是专闻在黄斑点的问题 这些地方出水 有些特别的扫描 这些可能会腫了一块 那中央视力就会有些影响 中间突然间有些黑点 甚至看颜色 开始有些異常 那些影状有些扭曲 会这样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有糖尿病上眼 是和遗传有关 还是饮食呢 就是糖尿上眼 当然零不开就有血糖 那血糖高的话 那当然就容易一些 会糖尿上眼 那我们有时血糖高 也会有一个指标 叫做糖化血红素 那大约有个数字 如果去到7以上 甚至去到很高 9、10、11 这些这样的范围 那就会容易有糖尿上眼 那还有血糖如何影响眼 其实主要是令身体的血管 有些破坏 脂肪有些物质出来 那长远来说 那些血糖慢慢塞下塞下 那些肆膜膜 就会缺氧缺血 那再长远一点 就会令肆膜膜 生一些不正常的血管 那样 那另外就是糖尿的时间 越长时间 风险会大增 那刚才你问了 就是饮食关于关事 就是遗传关于关事 那饮食呢 其实如果是整天 都是大鱼大肉 碳水分量很高 糖分很高 那长远来说 可能都会导致肥肤问题 就是容易有糖尿病 这个就 那还有运动少 都有些临床也有说的 就是整天都不运动的病 可能糖尿上眼的机会 是有些关系的 那最后了 就是家族遗传 那其实本身 就是糖尿上眼 就是一个多个基因 影响到的一个病 但是也有临床研究 去发现 就是如果有一个糖尿病 他本身有家族史 是糖尿上眼的 那他比一些 没有家族史的病人 是高出2-3倍 有糖尿上眼的可能性 那糖尿上眼 是不是有机会 引致致盲的 那还会引致些什么问题的呢 那糖尿上眼的确 是可以引致到致盲的 那一般来说 就比较严重一点的情况 可能刚才说过 那些增食性的 是没有什么病变 然后去到后来 出血 这些玻璃体出血 是没有脱落 那这些就可能会致盲 那有时候糖尿病 你会看到 咦 他们已经有糖尿上眼的症状 即是即像 在眼底上 但是可能没有什么的症状 那好像这个 这样 可能已经有些黄斑点 有些问题了 那视力 都叫做 不是太差 那你怎么看呢 这个我们说的就是 一般如果去看某一些 大家都自验过眼 看一些图画 他12米 要看到的了 他要走到6米才看到 所以这个数字越大 就越差 这个 所以你看到 可能差一点点 和6比6不是差太远 那我们叫6比6 一般来说是正常 那这个 所以是在视频中 那边有些出血 都比较差 因为发现到 原来他没有 也不太差 就是叫他9米这么远 应该要看到 那他6米也看到 不是那么差 所以其实很难说的 但是真的可以致盲 那究竟怎样医呢 眼部治疗主要分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Laser治疗 激光凝固治疗 第二就是玻璃体 有打药物的治疗 第三就是视望摸玻璃体的手术 三种治疗 都是比较严重的眼疾病 才能用到 那我想问一下 首先说激光凝固治疗 那样东西是什么方法去帮便宜人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激光凝固治疗 会不会跟我们普通那些近视 激光那样 问一副浅 那有些不同的 那些不一副浅 那些不一副浅 尽免医埋 这就没关系 那激光凝固治疗 主要就是运用激光的能量 直接打入那个视网摸 因为那些视网摸本身 已经是缺血 有些异常的血管 用了这个能量 就却熟了那些缺血的视网摸 长远来说 就希望那些异常的微血管 慢慢就萎缩消失 那就没有那么突然流血 那就减低突然间 时力变差的可能性 那些杂质去哪里 不是杂质来的 就是能量 就打进去视网摸 这个打完了 打完了 对这个 长远来说 就有些地方好像 有些缺血 那样 那当然其中一个 小小的负载用 那有些人的周边的视力 因为始终视网摸 有些部分 都已经是犧牲了 那可能会差一点 是不是打完就没事了 打完的话 那个视力 那我们很多时候 就看到 希望就是稳定 就是坦白说 就是令到他不要变差 又多些 进步就是小部分人 通常都是比一些严重的 视网病变的病人 才要用到 但你刚才做这个手术 是说要后期才做的 这个不属于初期 这个不初期的 如果是比较初期的 一般都是 真是血糖控制 很重要 也不希望病人 要用到这个 比较后期的治疗 医生 我又想问一下 玻璃体药物注射 又是怎样的 它有没有感染的风险 那其实玻璃体药物的注射 主要讲的是打一些 我们叫做 anti-VGF 单克隆抗体的药物 那其实VGF 就是学问 我们叫做 血管内皮的生长因子 那这些因子 其实在那个 事末末 即是开始有缺血 缺氧的时间 它就会慢慢生产出来 那样的 将这些血管 即是山道卵七八糟 和黄斑点 可能流水 那样的情况 那所以打了这些 这样的药物之后 就希望黄斑点木 那么容易出水 那保护那个视力 那血管就不要那么生 那感染风险是有的 其他一些罕见的副作用 那当然就可以包括 一些创伤性的爆内障 那些玻璃精体流血 事往往脱落 那些那些 那什么情况 才需要做呢 玻璃体事往往手术 那通常这些手术 就真的是去到 就是差不多最最最最严重的那些病人 那多见于一些就是 那些玻璃体出血 比较持续又不散 那甚至呢 有些视默默脱落的病人 那就可能就是要考虑 那这些基本上 比较复杂一些的了 那一定是眼科医生 去去决定处理 那在药物方面 有没有些什么 是可以控制到病情呢 那我们一定要讲一讲 就是糖尿的控制 那因为呢 其实通常出现了 这个糖尿视默默病变 那可能甚至是比较初期中到一些 那控制到血糖呢 其实是减少去慢慢变差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来的 那有一些的 是口服的糖尿药物 那或者是一些的针剂 那包括胰岛素针剂 或者是一些非胰岛素的针剂 其实都可以有效地去控制血糖的 那另外呢 就是有一些 我们叫做 就是某一类的血压药 那叫做ACIARB 那都是临重研就说 就是说 可以帮一帮到 就是那个糖尿视默默的病变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出现 那这样的 那另外就是 膽护唇控制 那其实膽护唇控制很重要的 那就是 如果是 尤其是膽护唇高的病人 可能是吃一些 抗胆护唇药 那都会有 帮助到 防止那个糖尿病上癌的问题 那如果戒糖 可不可以直接预防到呢 那讲预防糖尿病 这个就是 那其实呢 如果是 所以 喝食 尤其是控制体重 和运动 那些东西 其实是真的有帮助的 那尤其是在饮食方面 如果是一个人 本身是很喜欢吃 碳水货合物 很多的 那其实呢 可能相对减少 碳水货合物 是有少少帮助到血糖 那 那当然了 那些体重 刚才说过 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 可以降低 你幻想糖尿病机会的治疗 什么都要均衡 对 谢谢黄医生的长进讲解 大家都是那句 记住 预防性于治疗 有问题的话 身体又不舒服 记住及早求医 一转季我的鼻子 就特别敏感 还经常流鼻水 又是鼻塞 我家人也会有一些鼻敏感 尤其是现在秋天的时候 我的小孩经常流鼻血 我又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我听说过 新冠康复之后 那些患者 他们的臭觉好像有减退的迹象 那究竟应该是怎么样呢 我们请来 就是注册中医师徐泽昌博士 一起讲解一下 你好 谢谢徐宝士 你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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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 天坐 大家好 大家 徐宝士现在天气重点变凉 其实在中医的角度 鼻塞的成因是怎样的 其实如果长期有鼻塞情况 又或者经常流鼻水 不舒服的情况 在中医角度 认为都是和体质有关系 譬如说我们如果有些人 他们经常吃一些热气东西 煎炸东西 辣东西 那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内液很重 那鼻的黏膜 就会长期可能冲血 肿胀的感觉 就会形成鼻塞 那另外有些人 他们很喜欢折食 又或者吃冬东西 或者喝一些很冬的东西 吃生冷东西 其实会造成我们中医叫肺脾气虚 肺脾气虚也会导致鼻容易有些塞 或者好像经常流鼻水的情况 那第三点就是在中医角度 认为可能有些伤风感冒之后 它失智和誤智 令到病情拖长了 形成在身体里面有些气滞血雨 斜流鼻梟 就会导致鼻塞的情况出现 那如果遇到鼻塞的情况 要不就用一些热的毛巾敷一下鼻 会不会有机会可以舒缓到 改善到呢 这个方法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当我们将那些热毛巾敷在鼻梁的地方 其实可以促进鼻的一些血历循环 改善鼻的一个流通 所以可以帮我们改善鼻塞 我以前真的试过有一个方法 我鼻塞很多方法都不通 那我就会自己跳绳 就是跳一下 就是令到人跳一下 会令到鼻会通的 是… 真的可以 这个方法其实以我所看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血液循环 气血循环比较弱 或者天气冬的时候 人的血液循环都会因为这样 相对停滞在这里 但是当我们做完运动之后 人乱回了 气血循环改善了 你的鼻也会通常 很神奇地会通回 但我又想长期改善 不是每次都跳神 每天都跳 那饮食上改善又行不行 饮食上其实我们主要都要避免 去吃一些令到病情恶化的情况 譬如说如果对于刚才所说 我们有些是因为体质很热的人士 尽量吃少些煎炸东西 辣东西 另外如果他们经常 因为可能喝冻东西 或者吃生冷东西 导致肺脾气虛的话 那我们就要吃少些一些冻东西 或者生冷东西 这个可以根据体质去改善 但是当然平时做起运动 有运动的习惯 对于改善这些体质上的问题 都有帮助 其实除了鼻塞问题之外 有时秋冬天气 不知道是否特别干 都很容易会流鼻血 其实都是关我自己的体质时 是 没错 一方面在中医角度 我们认为天人合一 所以当天气干燥的时候 其实都会容易出现鼻血问题 另外如果在体质上面 我们譬如说有一些外感的因素 外感风热集肺 令肺有热的话 其实会容易流鼻血 另外深火、干火 或者胃火这几方面 其实都会容易流鼻血 譬如说有时我们身体压力过大 令到干火、干火灼落的话 其实又会容易流鼻血 所以我们平时可能在饮食上要注意 情绪上要舒缓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体质因素 譬如说在中医角度 叫做阴虚火旺症 这些人士其实都是一些阴虚的体质 再加上身体有些热障 亦都会虚火灼落 令到鼻出血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皮不捅血症 就是通常我们认为那些人 他们经常都很疯 面色很苍白 胃口不好的人士 这类人士大部分都是属于皮虚症 皮不捅血的话 亦都会容易流鼻血 其实天气开始凉 秋凉 可能遲些会冻 那些人可能会吃羊 甚至乎可能蛇羹 那些人说太饱了就会流血 就是会流鼻血 其实是否也是没什么 还是不好的一件事 那在中医角度 你流鼻血当然不好 就是突然间可能你上班 流鼻血或者你开校会 流鼻血都很奇怪 不是那么好的现象 而且流鼻血是反映身体内部 发生了问题 所以我们亦都需要静视它 如果经常流鼻血 可能一定一定是身体里面出问题 至于刚才的问题就是 就是说你射太保 是 保得太就没什么 其实是会的 因为中医角度 其实叫做气有余便是火 在中医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认为健康的标准 其实就是要阴阳平衡 但是当你身体不平衡的话 就是不健康 就是中医角度叫做阴平阳鼻 精神乃至 就是要身体阴阳平衡 你的身体才健康 但是当你气有余太多 就会令身体不平衡 就会不健康 那好吧 那万一流鼻血 有没有什么姿势 或者怎么样是可以止鼻血的 是可以的 那我们首先 找个舒服的地方 坐定 然后我们用手 就按住我们的鼻翼两边 然后低低一点头 接着就用口去呼吸 是的 然后我们大约10至15分钟 那其实就可以慢慢止到血 那其实除了按住鼻 或者有时候都会用冰去冷敷住 那其实中医的角度 有没有更加有效的方法 在中医角度 其实我们冷敷也是可以的 就是敷起鼻梁那里 让它的血管收缩回去 那另一方面 就是我们可以按一下穴位 比如说在我们头的正中线 入发线这个位 大概一寸的地方 有一个上升穴的 那这个地方 当我们流鼻气的时候 按住它的话 其实都是帮助到我们去止血 那力度 是不是都要偏大一些 其实我们要适可而止 如果按到很痛的话 那当然不是很适合 那我们按住它 是轻的 你觉得有个感觉 那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按住鼻 对 好像是觉得大力一点 就会确实一点 没有流得那么厉害 是 的可而止 对 但我想是要大力轻微 对 可能你要这样按住 然后又要再按 对 对 好像玩游戏 那我想问 动作可以止鼻血 是 在汤水上有没有什么 亦都可以改善自己的体质 是 在汤水上面 其实我们亦都可以 服用一些适合的汤水 比如说 刚才我们提到 流鼻血有一个热症 深火 干火 胃火 也有虚症 肺脾量虚症 或者皮不痛血 这些情况 那我们可以根据身体出现的问题 去服用汤水 比如说 对于一些热症的引起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锣汉果 用西洋菜 这些去煲汤喝 可以帮助改善一些热症的问题 另外如果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肺脾气虚 有些人他们经常都好像很累 胃口不好 精神仿佛这种 亦都会容易流鼻血的话 其实可以用北齐挡心 五指巫途 淮山这一类的食物 去帮助我们改善脾气的状态 那就可以改善一个 虚弱性的出血症状 老人家呢 在汤水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 老人家其实都要看自己的体质 因为每个老人家的体质都不同 有些老人家 他们可能喝一点凍饰 或者凉一点的东西就会均匀 但有些人他们吃也无事 所以最重要都是看自己的体质 如果你说出血来说 都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去服用汤水 那小朋友呢 譬如说刚才我都说了 秋天我两个女儿都 经常性无端端做了功课 都会流鼻血 也不是说只有一两次 经常都有这样的情况 是是是 小朋友在汤水上 有没有什么要小心一点呢 其实呢 如果对于转贵性的出血 流鼻血呢 可能未必小朋友特别多 甚至乎可能成人都有 如果是因为天气转变 因为干燥引起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 就是养阴润肺的一些食物 食材去煲汤喝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苹果 用雪耳 用雪梨这些汤 这些食材 一起煲汤去润肺 帮你润肺了 其实出血的机率可能会减少 有很多人新冠确诊的时候 就好像没有了臭角 那多少人呢 就是在康复之后 好或者还是有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根据一些 国外的一些统计 其实发现大约有5%的人士 在大约6个月后 仍然还是有个臭角问题 但是一般人来说 其实大约两个星期左右 你的臭角应该要恢复 如果你两个星期之后 你都恢复不了 可能是反映你身体的中医角度 那个状况是出了问题 可能是肺虚、脾虚 或者气阴两虚等等 这些情况 都会令到你的臭角 是长期都恢复不了的 那徐宜博士 其实在中医的角度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呢 比如说针咎 是不是也有效的呢 是啊 没错 在我们中医角度来说 其实针咎对于一个鼻的问题 改善是挺好的 尤其是我们针些月位的话 可以有一个行气活血 疏通经略的作用 嗯 OK 那在针咎来说 大部分是会以什么月位 这些月位为主要的一个医治的方法呢 其实在中医的角度 我们会用凝香月 印堂月 这些月位 在局部部去做治疗 但是也会根据它的体质 使用一些身体上的月位 譬如说可能气海月 竹三里这些月位 都可以帮助去改善体质 去改善这个鼻的问题 当然 医师就要 如果针咎来说 就要医师帮忙 好了 如果按摩 自己按摩 有没有月位又可以推介一下呢 可以的 因为针咎始终也是要医师做 如果大家想在家做 其实可以帮自己按摩 譬如说我们在鼻液两边 这个地方 就叫迎香月 我们在家可以找一些润敷箱 塗在面上 然后就由鼻液两旁这个地方 推上鼻中间 这个位置 然后上下上下去捉它 对它有热的感觉 其实大约五十下左右 已经可以帮我们改善一些鼻的问题 除了鼻之外 譬如手 或者其他的身体部位 有没有什么 亦都可以帮助到流鼻血的情况呢 其实对于鼻的问题 我们在手上 亦都有一个穴位叫合谷穴 合谷穴 就是我们手的虎口位 用手指甲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向前这样按 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合谷穴 按下去 你会有一些鼻鼻鸢鸢鸢的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这些穴位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鼻的问题 有哪个穴位按了的话 是有助恢复这个臭角的呢 是 如果恢复臭角 其实一方面我们 有一个按键就可以 其实中医的穴位 我们就不是叫做 不是按键 我们是改善体质 是疏通激动 从它来说叫做 行起活血 所以其实我们一方面 在局部可以治疗 另一方面可以是软端用穴位 第三方面在体质上出发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他们是属于脾胎肺 身体虚弱的话 甚至乎可以多些去按我们的 触三里穴 对了 触三里穴就在小腿正前方 大跃膝头的外側这个凹位 放在四只手指 然后颈骨前缘 旁开一横指的地方 这个就叫做触三里穴 这个触三里穴 有帮助我们改善脾胎的问题 对了 还有恢复体质的问题 明白了 今天谢谢徐博士这么详尽的分享 提起大家有任何疑问 记得请教相关的专门人士 现在天地转良最适合做户外运动 跑一步、登山也挺适合的 也有朋友有我登山 但我不是经常做运动 我怕太长了 那倒是 登山之前体质真的要很重要 要锻炼好才好好登山 所以今天就请来雷博士 教我们做一些热身的运动 欢迎来雷博士 欢迎雷博士 其实现在抽高气质去行山 是否正确的 还是做些什么强度的运动最适合呢 其实恒常运动的主任 世界卫生组织 和我们香港的卫生防护中心 都建议成年人每日 应该是每个星期 现在是更新了 就是累积到150到300分钟 中等强度运动 普通一般是急步行一点点 中等强度 或者换步跑 好了 如果你想再处些 那就去到每个星期累积 75到150分钟 这个高强度的运动 令到你身体健康的水平 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维持 但是如果你想再多些的话 你可以得到额外健康益处 如果你在这个指引里面 再按你的能力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的话 可以多些 这样的话你的健康益处就更加大 特别于疫情来说 现在我们都受到疫情的困扰 大部分人的整体的肌肉活动量 相对都少了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多动 如果我不想出街了 有什么家居运动可以做呢 是的 如果留在家的话 看看我们流行导士 都可以做三类型的大肌肉的运动 第一个就是做一些心肺功能 比如网上很多影片 做一些大肌肉活动 心肺功能的断练 令我们的心跳率提升 令我们的血液循环提升 第二类做一些肌肉断练 比如我们读书的时候做一些掌上压 或者是仰臥起座 而第三类呢 就维持我们关节健康 特别是肩膀 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舒缓伸展 保持关节有一个好的活动 避免因为整天在家里 可能是弯腰看手机 看电视太久 而是令到肩颈肩膀 出现一些慢性痛症的问题 李博士 现在很多朋友都疑话 究竟户外做运动戴不戴口罩呢 是啊 现在我们的主任 在防控的主任 依然在户外运动 可以是豁免戴口罩的 但是你要看回户外 所谓户外的环境 其实看看有没有其他人 是不是人多 比如一些行山的月点 或者打卡的户外月点 其实很多人的 那特别是如果可能 体质比较弱的朋友 感染力是如果真的不幸 是确疹了的话 可能影响比较大 按你自己的能力 这样的情况可能戴口罩就比较适合 那在户外运动之前 要注意些什么 户外运动 和我们普通一般在室内 比如打篮球 其实那个原则都是 我们讲热身 第一句最重要是热身 先热了身 做一些很简单的 譬如我们可以做原地跑 是吧 特别是抽粮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需要热的时间 可能多些 因为夏天我们就热了 所以譬如你好像穿着一件外套 可以做一个保暖 热身之后 就令到我们整体的肌肉收缩能力 好了 令到我们的关节 血液流量是多了 令到我们的运动能力提升 还有一些月身之后 现在在很多运动科学的研究 都说我们脑的血液流量多了 令我们的人醒一点 你做运动的时候 突然一些跌倒 或者受伤的机会 都开始降低了 其实是 在衣着方面 我们好像今天穿了一件风衣 平时都会加一件T恤 去行山去做户外运动 其实是不是最适合呢 因为有时会流很多汗 穿得太厚又好像太焗 穿得不够 有时会怕冻了 是的 所以在户外运动来说 你们的装备就好了 在户外运动 我们一定要戴一件外套 因为特别在 譬如早晚 譬如例行山 那个温差会比较大 你行兴了的时候 你的外套可能脱掉了 但是当你下山的时候 你需要做一个保暖 因为在运动之后 我们都有一个现象 发现我们的免疫系统 会短暂下降 所以做好一个保暖 所以刚才你提到 现在譬如例行山 我们很多行山运动的专门店 都有很多特别 是为户外行山制造的一些衣着 原则就是比较快干的 和通气的 如果是冬天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些保暖的 即是有保暖功能 穿了之后又会舒适 和出了汗之后 汗水的揮法是会帮你做得快了 你不会全身切粒粒 而令你失热的比例也增加了 即是好像我们这些 线水比较薄身的外套 就适合 透气的 如果是透气的 基本上是一个好的 但当然透气的价钱 可能又会贵一点 我想问一下冬天天气变动 我们做热身是否要做久一点 这个是的 刚才我们提到热身才热身 譬如举例行山 我们可以将热身的头半部分 譬如说5至10分钟左右 是融合了在路线的选择 譬如我们一开始 我们选择一些比较平的路 我们可能是做一些摆手 即是自己都可以做一下平路 你一沿路那5分钟10分钟走 你感觉身是暖了先暖了 然后才开始上山 那你就不要选择一些一开始 就已经是很斜很难的 是的 那你因为身体的一个静止的状态 和一个运动的状态 如果这个落差比较大的时候 都在统计上是增加了我们受伤的机会 好 事不宜迟 雷博士不如来教一下我们 做一些户外活动之前 我们的肌肉训练 好 我们特别今次我们这些肌肉训练 针对主要行山 因为抽粮的时候很多去行山 很多人 例如你打篮球 你平时都会做些训练 是 很多人都忽略了 行山去行就行 而是平日是没有一些锻炼 这个我们在很多运动医药的统计都发现 你的肌肉力量不够 都是行山 特别是跌倒的其中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和大家做一些 在家里可以做到的一些 针对行山的肌肉锻炼 好吗 好 提提大家在这个做运动之前 记得要量力而为 雷博士 第一个动作是怎样的 好 我们一人一张瑜伽石 我们做一些平衡的锻炼 简单 你可以叉着腰 用一只脚支撑 把另一只脚的大腿提高 去到水平例次 行不行 90度 可以 有点累的 震一下震一下 是的 提起了之后 然后就慢慢将它打側 将搬关节向外转 然后hold住 行不行 慢慢向外 是的 非常之好 然后慢慢放下来 慢慢圆位 合起一只脚 好 再来多一次 慢慢拿起 这个可以锻炼到哪个肌肉 这个其实 因为 其实你刚才做到 我们的宽关节 是有个转动 这个宽关节转动 就很适合 我们在行山的时候 因为行山的路面 不是好像现在我们 那么平 所以你又高又低 我们经常都会做一些转腰 来做支撑的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 是可以帮我们锻炼的 这个动作做 比如说10下 唯一组 你觉得累的时候 可以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这个是我们的 就是行山 锻炼平衡 和感应的基本 可以做一个进阶板 进阶板 进阶板 刚才我们做起了 抵起了 打横 这次可以轻轻 摘一摘地 然后拿起 回正中 再来 打横 在外側 摘一摘地 行不行 感觉是怎么样 都可以的 但平衡力 我都觉得自己是差一点 如果家庭观众 平衡力差一点 那怎么办 是呀 这个是好的观察 如果真的未曾做得多的话 未曾掌握到 可以摘一摘 稳定的椅子 借一借力 在旁边 轻轻 扶一扶 然后做这些动作 是的 都要给少少时间 一般来说 可能一两个星期 就适应了 因为我们的脑去控制肌肉 都要给少少时间 是的 你们做得很好 是的 也有少少震 因为平时的锻炼不够 平时你不是练平衡力多 你是练肌肉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行山 其实在受伤的统计来说 跌倒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 是的 好了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行山我们很多时候都要背背囊 所以我们的身躯 身躯 我们所谓的核心肌群 就是由我们的肩膊 到我们的宽关节 就是我们身躯的肌肉 那这些肌肉 我们都比较少些锻炼的 好了 我们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平板支撑先 是的 大家 躺在这里 是的 趴在这里 好了 然后一二三 升高 升高的屁股 离地 是的 Yes 非常好 接着做平板支撑 就不要闭气 一定要有呼吸 是的 又慢慢下来 是的 这个是用背脊的力 还是用臀部的力 其实两个都有的 因为当你的身躯升高了的时候 其实你的上下 即前后 你的肌肉需要绝绝的 是的 你可以保持大约是 譬如10秒 20秒左右 你感觉到 咦 开始没什么力了 那就放下 休息一下 这个平板支撑呢 是我们在很多训练的课程 都经常做的 是的 但是梁博先生 如果同样的力受不到 有没有工具可以做一个辅助呢 没错 如果你还没够力的话 你可以放一个枕头 在这个小腿里面 是的 这样浪一浪 可以把力臂缩短 令到你的力量没有那么大 其实我们可以做另一个进阶板的平板支撑呢 就是打侧 打侧的人 是的 那这个就是练习旁边的肌肉 失伏 没错了 就是左右了 因为我们的身躯是前后左右 都是需要是巩固我们的脊椎 那可以这个就 所谓离地 少少了 是的 那你感觉一下 你的身躯的上 和下 都是有个 这个是全身 我连手臂都用到 是的 手臂都有的 所以是不是感觉都要出来 是的 所以戴着口罩的话 你见我都有一些气寸的 是的 那这些动作 其实是 大家可以在家里也做到 如果是行山的时候 这都可以锻炼我们身躯的肌肉 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动作 是的 第三个动作 我们就要借用一张椅子 是的 我们行山 很多时候我们大腿的前 和后 都要一个很好的配合 那在我们运动医学上 就是前后的比例 大约是 后面佔了起码一半的力量 就是说我们脚 如果强到出去100公斤 脚后面收回来 要收到50公斤 那才做一个好的平衡 那我们可以借用一张椅子 那我们可以躺在一张瑜伽脚上高 然后将你的脚放上去 等到 然后手放在一边慢慢 将你的屁股升高离地 我感觉到我拉扯了 大腿的位置内側是拉扯 大腿后面肌肉 后面屁股的位置 是的 这个我们学名的角承肌 或者大腿后肌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少断练 这组肌肉 这个就帮我们做一些 譬如下山急停的动作 它是制停的 你可以保持 譬如10秒20秒 又慢慢下 感觉如何 是扯着痛的 都还可以 那是不是有进阶版 是的 进阶版 进阶版 当我们升高了 你将另一只脚升高 另外一只脚升高 那你变了一个 哇 我听到牛牛声 是的 你是否感觉大腿后面 再厉害一点 再厉害一点 正确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有两只脚去支撑 现在得到一只脚的时候 那个力就集中了 你在支撑那只脚了 所以肌肉训练的效果 就会更加完美了 那雷博士你建议 这一组动作要做多少次呢 这个按你的能力 如果你可以的话 保持到 譬如10秒20秒左右 就慢慢放来 就占另一只脚 那也是 那个原则就是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说 你一定要是 感觉一下你的身体的电化 就 循序漸张 就没得急的 因为肌肉训练 我们通常要比两三个星期 身体是慢慢适应 是的 我看到你们都喘气了 少少喘气 有点 所以有个运动效果 最重要就是量力而为 今天谢谢雷博士 这么详尽的分享 提醒大家有任何疑问 都请教相关专门人士 稍后回去有Margaret师傅 千万不要走开 看素吃饭 Margaret师傅 今天教大家做什么 今天我们做一个 意大利的薯仔丸子鱼 又有啤梨 是 藍芝士 对 藍芝士 没错 这个待会用来做酱汁 中国芙 这个有够味 我觉得一定是好味 因为味道都很重 是 我们先处理薯仔丸子Yoky 好 其实它一点都不难做 不是大家想象中 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不是 我们首先在这里 蒸了这个 是 薯仔 这么搞笑 这个是抹胎 对 抹胎 这个是连体薯仔 对 连体薯仔 我们最好连皮烧熟 或者蒸熟都可以 因为如果你把它弄成皮 把它弄成 它会吸收太多水分 就变成它 它稍后需要加多很多的面粉 那它就确实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做呢 因为其实外面也有得买 你说 但是外面很多时候 就是真的它 因为要保存得时间内 它那个面粉 加得很多 那么你吃到口 你就吃不到薯仔香味 你只是吃到那些面粉很硬的感觉 这个也很厉害 这个又是另一个 帅 让我试一下 我觉得很棒 对 对 让我来帮你 我觉得这个很搞笑 这样 可以吗 要不要用很多力 我又想试一下 很轻松 来… 它里面一点都不浪费 你看看 没有渣 大货直播 对… 这个很棒 这样 是 又放下去了 对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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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但我觉得很有效率 平时你又要嘟嘟嘟嘟 又要怎么刨一刨 现在你不用了 因为我们要它比较软一点 不错不错 如果拿一个压去压它 就未必做到效果 不过不要紧 总之薯蓉 好 那我们接着量一量它 尤其如果你说 我第一次学玩这个丸子 你想准确一点大家可以去量一量 要大概200克左右 现在我们三样东西在桌面 就可以做到薯仔丸子 首先就是这个树蓉 200克左右 面粉50至60克 普通的中筋粉 或者所谓的多用途粉就可以了 另外鸡蛋不是全部加了 如果你想它有好味 你喜欢的话 可以加少许盐 不用太多 盐和糖 不用… 一定是盐和糖 不需要土调味 好 接着面粉 全部加进去 接着你可以用叉子 硬一硬 把它拌一拌均匀 但是有些干燥燥的感觉 所以我们有这个鸡蛋的出场 我们稍微把它加一些蛋汁 让它更香 二来帮助它可以粘在一起 慢慢灭一块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蛋汁 记得不是全部加了 我们大概就两汤匙左右 如果全部加了就太濕了 太濕了 它一会一会会散 或者出现另一个情况 就变成了炒蛋 所以千万不要 我们只不过加两汤匙 把它又再这样 你看到基本上 我只不过用叉子 这样硬 把所有东西都拌在一起 现在慢慢 你看到它就开始成一个面团 已经 这样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接着 差不多了 对了, 变成这样的一个 状态 状态出来就完成 接着呢 我们这里有一些手粉 因为我们就可以 各方面搓 对, 搓搓搓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我们放少许粉在桌面 不用太多的 那接着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放 涓... 涓壥 涓长條出来 那你喜欢大块 那就这么粗 你喜欢 所以它要小一點, 你就滾它幼一點 這個完全隨你自己喜歡 你的麵粉總之夠 它不黏在砧板上 或者不黏在桌面就可以了 今天你們喜歡大粒還是小粒? 中庭 簡單, 是的, 不要太大粒 那些意大利人是否做小粒 方便一點? 不是, 他們喜歡大塊的 那我們真意大利人 真意大利人 我們是意大利菜式 好… 接著就可以把它切粒粒出來 我們切粒的時候 可以準備定一個碟, 或者一盤 也滲一點在那裡 對, 因為我們把這些蒜子切完 就放進去 我們把它切成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基本上就已經成功了 好像做中國糯米糕 類似的, 類似的 你有時候可以喜歡它 有些坑紋也可以 你可以拿一隻叉 拿這邊, 反另外背部 輕輕壓一點 對, 這個輕輕壓它 對, 變成有個好處 一來有一個坑紋 二來它有一個稀釋的位置 有時候的好處就是它的掛汁 你喜歡的, 所以這樣… 可以掛汁 你喜歡就可以這樣去做它 你很悶, 你覺得做了一粒不夠開心 那你就可以… 就是說, 我要特色一點 我喜歡那隻多一點 對, 各有各的口感 對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 這裡你不要看它好像這麼少 其實兩人份量, 你給我便宜 好… 因為都挺膩的 因為你不要忘記剛才是甚麼 麵粉加薯蓉 對, 小雞蛋 對, 我們就盡快用它 因為我剛才也提過 如果你放得久 其實那些薯仔是會翻生的水 它就變成它黏著一塊 所以現在我們也盡量把它推開一點 讓它不要黏著 那現在要怎樣 如果你真的還沒用著 夏天熱就放進冰箱 Margaret師傅 那現在是不是要做個啤梨汁了 沒錯, 我們就可以做啤梨 因為最近很多啤梨賣 你見到街市 我自己其實平時很怕吃 因為… 應該是很熟 它不當做的時候 很難做得熟, 吐得熟 很生的時候 我們很怕它那一股味 就好像很難吃 但是當然, 你現在當做 你見到今天這個也很漂亮 枕節節 對, 其實它很香 我們今天做這個汁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很多人都很喜歡這個 當然,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就更加可以容易欣賞它 你知道的時候 就可能有點怕, 這麼多東西 但這個真的很好吃 當然有人問我 那不用什麼? 你用其他東西行不行? 可以的, 你也要用… 你怎知道我下一條問題是嗎? 是的 我真的想問這個 那用什麼? 對, 不用啤梨行不行? 總有這個問題的 通常都 那就用其他吧 對, 你喜歡用橙 用檸檬, 我都無所謂 蘋果行不行? 當然可以 這是比較硬的東西 比較硬的東西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去掉核 把它切粒粒 喜歡切片都可以, 無所謂 好, 這個啤梨已經切好了 我們開始煮這個汁 其實這個汁真的很快 對, 你真的要去家製給人吃 或者請客 真的快要滾 對, 讓它保持著 因為我們待會煮的薯仔丸子很快 好 所以不用煮, 千萬不要煮 對, 因為它不像平時的意粉 要可能煮8分鐘、10分鐘 這個一、兩分鐘已經完成了 好, 真棒 好, 我們首先加牛油 牛油 沒錯, 因為香很多 我們一不做就二不休 這個也很大塊 對, 當然 這個大塊, 這個算小塊 以前更大塊 一不做, 二不休 我下一句問題想問 加橄欖油可以嗎? 也可以的, 沒問題的 你用花生油也可以 牛油當然會比較香 我們接著呢? 可以先炒一炒這個啤梨 好嗎? 是不是真的香? 炒啤梨真的是第一次 對… 讓我先學一下 有一點水果入棧 但其實這個很好吃 我想煎到那個啤梨有一點金黃 對, 看起來比較香 你說不要太小粒嗎? 因為你不是要煎到它軟軟 是嗎? 你看其實它一直融 會很崩潰 因為始終它這樣讓我們租質 好 它是有點受不住的 這裡我們差不多的時候 要加什麼? 我接著就可以加這個忌廉 好, 忌廉在這裡 沒錯 真有極度 對, 加忌廉 好, 上去跟啤梨煮一下 輕輕的 這個淡忌廉沒有分為低脂的吧? 不需要… 淡忌廉要說得對 不要買過甜的 甜的嗎? 有的, 有些已經加了甜味 那些你小心點 我們也放一點水 稍為… 很快 就可以煮一下汁 好嗎? 真的很快 我煮幾分鐘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煮我們的… 這個, 丸子 在這裡 很緊張 好 拿給你了 謝謝 我們煮之前, 先放一點鹽去烹水 好 滾水 好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丸子輕手 慢慢把它鮮下去, 好嗎? 基本上其實那些薯仔已經熟了 所以很快 它一浮面, 保持大火 一浮面就可以拿起它 拿起然後怎樣? 就可以直接放汁裡 好, 讓我幫你撈起 好, 我們打開一點點火 讓它浮起來 就幫我撈起這個汁裡 這個… 對, 這時候我們也可以加這個 你整個加嗎? 沒有, 沒那麼激動 嚇死我, 你不是整個吧? 不是, 沒那麼激動 我沒見過整個 沒那麼激動 那邊我們是不用的 我就…看著 我以為加了忌廉 再加一塊芝士 真的… 是不是太激動了? 激動了 這個今天是意大利的藍芝士 其實相對比較溫和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藍芝士 它不算是最激動的藍芝士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 現在這樣浮, 是否就可以了? 對… 但它沒有浮完 不怕…我們先撕面那些 放在哪裡? 直接放汁裡 放… 應該讓它換了 很可愛 這樣嗎? 沒錯 停一停, 直接放汁 很成功 你看到因為丸子都保持原狀 它並沒有… 有酒樣嗎? 有, 它沒有散 一粒一粒 對 好, 加上最後一粒 不要浪費了 稍微把醬汁醬煮一煮 就是完成了, 已經差不多了 我聞到了, 藍芝士味很香 這味開始出了 放在這個盤子裡 好, 放在這個盤子裡 對, 後面就放一點黑胡椒粉 調味 也放一點鹽 放到這個味道 最後我們接著, 合肚 現在才放的 你吃的時候 就有果仁的香脆度 對嗎? 不過你給意大利 你一個人都可以吃完整個盤子 說真的 我不行, 我沒有這樣的能耐 我見過那些意大利人 是一個人吃一個片子 可以的 他們是的 他們是一個人吃一個片子 外國地方天氣冷 他們真的要保暖 可能吃這些等於吃了一碗飯 對… 對… 吃開那個… 你有這樣的胃口 我多冷, 我也覺得有點困難 所以你就是亞洲人 沒錯 好, 我們接著 放少許這個芝士 讓它再香味 這麼激動, 你很激動 對, 很激動 要不不做 一不做二不休 沒錯, 再放少許的 合肚在表面 其實是有益的 有一個豆扣 沒錯, 千萬不要忘記 這個很神奇 對, 是粒的核 那是它的肉豆扣 好, 行嗎? 很多時候我們煮甜品都會用到它 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很香 我現在一刨就聞到 很多時候我們買了很多粉狀 對, 刨到的 其實如果你馬上磨它 它的味道會比較香 也不要加太多, 因為味道相對重 好, 這是今天跟大家示範的 好菜 藍芝士啤梨薯仔丸子 運用雞骨的, 有沒有等待 我們認識一下 牛腔膨胺 你們能做出什麼 好, 劉腸膨胺 然後你真的看見 會適合你的水分 好油膨胺 還有, 不用油膨胺 蒸芝士啤梨薯 春芯骨胺 針織已經不再局限在衣物 還可以是充滿本土特色的藝術品 本地一間針織工作室 除了擺滿藝術品之外 還提供個人化的定制服務 想了解多點, 記得留意明天的 流行周時 再見